那麼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鄧宏律師 他說因為疫情的原因 他的公司很多員工留職停薪了 現在想請他們回公司上班 但是有一點點不安心 他就想說我要不要讓他們全部都去做一次核酸的檢測 確定沒有感染這個新冠病毒以後再回來上班 但是這個動作會不會又侵犯了他的隱私權 違反了勞工法呢 鄧律師 做老闆很辛苦 因為有兩個法律 一方面你有這個法律保證員工的安全 所以如果你發現這個員工帶病上班 傳染到其他員工的話 這種情況 僱主要承擔責任 另外一方面 僱主發現不能侵犯個人的隱私 別人有病了 你不能通知所有的人說 當三禮室的話 今天你確診 這種就透露了客人員工的隱私 所以針對這個行業裡邊的話 其實在這個政府在重啟經濟的過程之中 針對每個行業 他都有不同樣的規定 所以這個部分裡邊的話 可以到官方網站 covid-19.ca.gov 好像商業所餐館的 你僱主哪些事情可以做 哪些事情不能夠做 你是做辦公室的 哪些事情的話 他有一個checklist給你 你要員工的話 能不能給員工做檢測 要不要告訴員工 每個行業不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最重要 僱主在重新開業的時候到官方網站裡面去 只要你按照官方網站的行動裡邊說 你將來的員工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他沒辦法告訴你 因為你是按照官方網站的正式行動的要求做事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到covid-19.ca.gov這個官方網站 看一下這幾個行業裡邊的話 你僱主要重新開業的話 能夠做哪些事情 不能夠做哪些事情 是怎麼規定的 說到這個官方規定 那麼前段時間咱們就剛規定說到加州不需要隔離 然後全憑自決 那麼現在紐森就是因為這個疫情的原因 現在好像是說要強迫隔離 還是一定要隔離 到加州一定要14天 剛才也有聽眾打過來問 請您能夠給大家解釋一下 到底是怎麼隔離方法呢 現在 現在的話 從昨天的記者會 我看州長的記者會裡面的話 他是說可以要求 有可能會採取 但是現在還沒有說要強制隔離 在紐約州裡面 州長康默也是說 如果是疫情再嚴重的話 以後到外州去的這些地方的話 回到紐約都要隔離14天 現在目前加州有可能會採取這種的話 到外州外國去以後 要回到加州進行隔離 但是並沒有真正實施 有可能會採取這樣的措施 所以現在目前還是不用隔離 但是還是為了自己 或者是為了家人的安全的話 如果是到了一些地區的話 最好還是一樣 自決隔離 這樣還是比較好的 那他就不會說 你這一飛機的人到了 然後我們拿著機場趴趴旁邊隔離 這個是絕對不可能的嗎 對吧 沒有 現在目前 所以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現在很多 這個政策裡面改來改去 每個地方都不太一樣 所以目前加州有這個提案 如果是情況再繼續嚴重下去的話 可能會採取這個行動 但是加州現在還沒有官方行動 所以我們到底它具體怎麼隔離法 我們其實還是要看更新再說了 好的 好的 謝謝鄧恒律師事務所的鄧恒律師 謝謝您的解答 謝謝 沒問題 謝謝